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的第八甲要離開軍隊 我們來談軍 軍官 武官 我們要來談武官 我們第八甲談另外一個東西 談官僚體制裡頭的文官跟武官的關係 在一個官僚體制很原始的時代裡頭 沒有文官跟武官的分別 這其實我們之前講過 因為平時官員就是文官 到戰爭的時候官員就變成武官 可是隨著官僚體制的發展 中國有全人類文明裡頭 最古老的官僚體制 中國的官僚體制 從2000多年的秦朝就開始發展 是全人類文明裡頭最早發展官僚體制 所以你又發展了越來越久 官僚體制發展了越久 它的組織越來越大 越來越複雜 所以官僚體制內部開始產生了分化 比方說宦官跟朝成的分別 我想各位都非常熟悉 中國歷史上的宦官是很特別的一群人 他們方面權力很大 尤其在電影小說裡頭 你看到那個宦官更是厲害 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樣 因為他們生理上就不一樣 宦官跟一般的官員是不一樣的 文官跟武官也是不一樣 可是事實上在以前 這個宦官跟朝成是沒有什麼分別 至少在秦漢時代 所謂的宦官跟一般的官員 沒有什麼明顯的分別 到後來才 中國到後來才開始有明顯的區別 那同樣的文官跟武官也是如此 一開始是沒有 那文官跟武官的分圖 基本上是在唐宋時代 才完全的成形 所以文官跟武官的分化 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所以早期的時代 這個絕大部分的官員的執掌 都屬於文的部分 這個負責軍事的官員 他們不屬於 他們並沒有特殊的身分 他們也只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群體 絕大部分官員都是文官 到戰國時代 我們看到專業武官的出現 這個比方說將軍這個職位 就往往變成專業武官 所掌控的一個職位 但是這個武官並沒有完全的獨立 我們說我 因為在戰國時代 很多的其他的官員 也一樣可能統兵 雖然這些專業武官 他們往往長期的統兵 然後統兵是他們最主要的工作 可是他們並沒有真正的壟斷 所有軍事的工作 到了漢代在形式上面 有文官跟武官的區別 比方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漢代初年官員上朝的建軍 上朝建皇帝的時候 要有一個儀式 他們的入這個面見皇帝的儀式 所謂的朝夷 這朝夷就規定 功臣列侯駐江軍軍力 以四成西方 東向 文官成向以下 成東方 西向 就是武官站在西邊 然後面向東 文官站在東邊面向西 就是這個面相對的 文武相對 這是漢代朝夷的規定 所以那個朝夷裡頭很清楚的 你一個官員你是文官跟武官 是分得很清楚 可是雖然你在上朝的時候 你該在哪一邊 你識文識武分得很清楚 可是不表示你的權力 跟職務分得很清楚 怎麼說 這什麼意思 我們舉例來說 什麼是武官 在朝夷裡頭規定 將軍是武官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說 漢代武官一個典型 可以說就是將軍 這些將軍 漢書 擺官公兵表 班固的漢書 描寫將軍的職務的時候說 將軍做什麼 將軍接掌兵及四夷 所以理論上 將軍這個職位是以處理軍務跟國防 為他最主要的工作 漢書寧都寫得很清楚 可是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 卻不是如此的簡單 比方說在漢武帝以後 有一些將軍 他們成為朝廷中的決策官員 這種將軍 主要的都是所謂的外戚 就是跟皇帝有姻親關係的這種人 這一群人 所謂的這些外戚 他們事實上根本不統兵 他們是在朝廷裡頭 協助皇帝進行決策 他們甚至可以出入宮廷之中 就是一般的朝臣 不會隨便跑到皇帝的宮廷裡頭 可是這些人 因為他們帶有外戚的身份 他跟皇帝有親戚關係 所以往往會在出入宮殿裡頭 形成所謂的內朝 就是在宮廷裡頭 有一批官員在皇帝身邊 他們幫助皇帝來做很多事情 相對於其他的在宫殿外面 做事的這些官員 然後形成了另外一個團體 而這些內朝的 最主要的就是這些將軍 很多帶著不同的名稱的 什麼大將軍 或者什麼真東將軍 這些不同名稱的這些將軍 所以很明顯的將軍 雖然以掌握軍事為他主要的工作 可是他實際的執掌並非只限於武士 他們實際的執掌並不只限於軍事 那這當然也反映的就是文武之分並不明顯 就是說這個並不認為將軍就只能掌武士 中央如此 地方也是如此 比方說秦漢時期的地方長官 他們都是軍政民政兼長 所以在漢代 朱俊的太守又叫做俊將 在漢代的文獻裡頭 直接一個俊的太守 他在有地方稱他為太守 有個地方叫他叫俊將 那你說他到底是文還是武 簡單來說他一文一武 對不對 他就是文官也是武官 他兼有兩種成分 所以我們就說文武的區別 仍然並沒有真正的被明顯的劃分 那這種地方長官 既是文官也是武官的現象 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都沒有改變 比如說地方官就是既是文官也是武官 可是在官制的名稱上面 已經開始出現了變化 就是說漢代的俊太守 他既是文官也是武官 那他可能被稱為太守 他也可以被稱為俊將 而到了南北朝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有一個很有趣的改變 就是說南北朝各州的 在南朝的時候各州的刺史 他的地位相當於漢代的俊太守 那也就是說這個刺史呢 他同樣是文官也應該是武官 他兼有這兩種身分 那也因此他的官嫌會有兩個官嫌 就是說他會以一個州的刺史 然後又帶某某將軍的頭銜 也就是為了標示這一個官員 他同時有兩種身分 一個文官的身分這個叫做刺史 還有一個武官的身分這叫做什麼將軍 比方說揚州將軍 揚州刺史 通常他會帶一個叫做鎮東將軍 廣州刺史他會帶平南將軍 像這樣 就是說我一個人既是文官也是武官 所以我會有兩個頭銜 這是跟漢代不一樣對不對 漢代我自太守 我就這個官民就已經代表了 我具有雙重身分 然後到南朝就是說 你這個地方長官你是有兩種身分沒有錯 所以也因此你需要有兩個官嫌 來標示你兩個身分 所以地方官的執掌沒有改變 制度上的官職因為已經文跟武的區別 而分屬不同的體系 所以因為他既是刺史也是將軍 所以他的遼屬也分成兩個體系 就所謂刺史府 刺史下面的遼屬 跟將軍府下面的遼屬也分開 稱之為周左跟輔左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周左就是協助這個刺史 來執行一般的行政 那所謂的輔左就在將軍府裡頭幫助他 指揮軍事的行動 所以實質的執掌沒有改變 可是制度上你看到 因為文武開始分化 制度上我們應該開 他們已經在清楚的標示 每一個人的文跟武 不過雖然在制度上有這樣的區別 將軍的頭銜代表的是武官 可是在現實上還是分布的不太清楚 為什麼 因為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 將軍銜變成一個官僚很常見的家銜 什麼叫家銜 就是我做一個官員 我升遷到某一個職位以後 我就會得到一個將軍的頭銜 來表示什麼 來表示我是一個高級官僚 我是一個大官 所以我就會帶一個將軍銜 所以結果是什麼呢 朝廷之中有很多的文官 他們都帶有將軍的頭銜 可是他們從來不統兵 那你說你不統兵你幹嘛帶一個將軍銜 我高興 一個州的刺史他都是將軍 那我沒有將軍看起來我地位比他低 所以我也要弄個將軍 表示我的身分 因為我是朝中的大官 你們州刺史都是什麼什麼將軍 所以我也要將軍 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魏晉南美財 我們說他是個亂世 是戰亂的時代 所以亂世必然上武 就他產生的實際結果就是說 造成這個武官不可能變成一個獨立的群體 因為從制度上而言 這個你升遷到一定的職位以後 你都變成了什麼什麼將軍 那事實上這些人都是武官嗎 當然不是 我們說其實很多人他都是文官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種制度跟現實之間有一些落差 就是說從制度上的發展而言 似乎是文官跟武官慢慢的要分 越來越分得越來越清楚 可是現實上卻有一些 因為環境 因為風氣 所造成的因素 實際上只要他分不清楚 所以你說南美朝時代理論上 從制度的角度而言 你是一個將軍你就是武官 可是從現實上而言 說因為有太多太多的將軍 所以變成不是所有的將軍 都變都是武官 就是這樣子的混淆 這個就是中國官僚體系以後 最令人討厭的地方 中國官僚體系的發展 就越來越變成是一個官 只要你官越做越大 你的頭銜就越來越多 多到後來要研究歷史的人 真的快被整死 你常常看到到了唐朝 到了宋朝 一個官員的頭銜 可能有七八十個字 非常非常的長 到了宋朝 這個曾經有一個官員 他說 他說你知道嗎 我是一個大官 我的官銜一個牌子都寫不完這樣子 他說你又拿一個大牌子 把我的官銜這樣寫寫寫都寫不完這樣子 因為太長 因為這個官職越加越多 越加越多 所以這個就變成我們研究歷史上面 一個非常非常困擾的問題 所以這個太麻煩了 就是因為這個官僚體制發展的太久以後 產生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在講授中國歷史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一個大麻煩 制度上很多東西 這個講的就越講越糊塗 或者不知道該從何講 這個是 我們當上課的時候就盡量避免像這樣的問題 讓大家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這個文官跟武官的區別 到底是怎麼樣發展 至於非常瑣碎細緻的制度的一些規定 我們盡量不要跟各位牽扯 文武分圖其實從魏晉南北朝時期 開始已經顯露這樣的一個跡象 可是制度上的這種文跟武的區別 在現實上並沒有完全的被落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南北朝時期 是一個戰亂的時代 戰亂時期這個有上武之風 所以這個武官變成一個 高級官員的普遍的一個家賢 大家都變將軍 就在那個時代以頭大家都變成將軍 在南朝之間北朝其實也是 在北朝大部分的高官都是以軍工來 這個凸顯自己靠著軍工來磨取高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文跟武的區別就變成不是一個 非常受到注意的議題 那我們也知道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個裁建文武是非常常見的 尤其對這個高層的官員而言 那這一批裁建文武的這些官僚 這個他們往往出將入巷 他們的政治生涯 政治生涯在這個文武兩途之間轉換 那當然你會問說在當時有沒有職業軍人 所以如果你考量到這個上層的官僚而言 他們就沒有很明顯的這個文武區別 那你說中下層的官員裡頭 是不是有文武區別 當然是 因為對於很多中下層的這個職業軍人而言 他們不會去牽涉到任何的文職 他們也大概沒有什麼能力啦 他們最主要的生涯就是作戰 同兵作戰 那當然中下級的文官 他們大概也沒有什麼資格去管理到軍事 因為你要大概至少要當的一個駿太守 這個周次使的這樣的一個等級 你才有這個以這個 兼長文武兩種這個工作的 這樣的一個資格 那如果你只是一個很基層的文官 就是說你是一個地方政府裡頭的一個 下級的官員 你當然不可能去負責什麼軍事的工作 就好像是如果你只是一個基層的軍官 當然你也不可能去負責文職 所以你說這個官僚裡頭 有沒有文武的區別 當然也有啦 可是就整個官僚體而言 因為上層的官員 他們會在文武兩個領域之中轉換 所以就不會形成一個很明顯的這種文官集團 跟武官集團的這樣的一種對立 因為這個這兩個團體裡頭是會互相的流動 好那整個隨著官僚體制的發展 官制裡頭的這個文武的區別 就越來越趨於成熟 最主要是因為官僚體系發展 官僚的數量越來越多 所以官制上的區別就越定越清楚 因為你人越來越多以後 你一定要做一個嚴格的清楚的劃分 讓每一個人的角色 他的位置 在這一個複雜的官僚體系裡頭 有一個清楚的定位 那在官僚體制裡頭 文武的區別 以文武官的區別而言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說 他有一個比較清楚的這個區分 基本上是要到隨代跟唐代 就是因為隨非常的短 所以我們常常隨唐並稱 就是所謂的散官制的建立 隨唐時代多數的官員 他們至少有兩個官僚 一個叫做散官 一個叫做直視官 什麼是散官 散官你從顧名思影 從這個名字來看 你就知道 這一個官僚 他代表的是一種 不是實質的 因為他是散嘛 散的意思就是這個散 你看到這個字你就知道這個 他不是一個很實在的東西 所以什麼是散官呢 散官就是代表你在官僚體系中的地位 而這樣的地位 與你實際從事的工作沒有關係 那你實際從事的工作是什麼 那叫做直視官 大家這樣講可能還是覺得聽不太懂 我們再仔細的講 跟各位說明一下 在唐代 文官的散官分成30階 從最低的這個第三十階到最高的第一階 分成30階 五官也是一樣 從最低的第三十級到最高的第一級 各位也知道在現在的台灣 軍官台灣的五官台灣的軍官 他也分將級校級到衛級對不對 上將級又分上中少 校級也是上中少 衛級也是上中少對不對 所以分成九級 那也就是你可以把這種 在台灣現在軍官的這個 上將中將少將的這樣的一個階級 等同於唐代的五散官 也就是說中國的官僚體制 在一千多年前 他就有了一種設計 這種設計其實跟我們現代的官僚體制 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官員 他已經有一個身份 有一種官衔 只是標示他的職位而已 他在官僚體裡頭的地位 他的階層是屬於哪一層 而這個官僚跟他實際的工作毫無關係 比方說各位將來當兵你去男同學 你考獄官你考上獄官 獄官你做什麼 就做少衛嘛 對不對 你做少衛 可是你做少衛 他只是代表你在整個軍隊體系中的一個 你的階級是在哪一層 他並不代表你的工作是什麼 因為你做一個少衛 你可能在一個步兵連當牌長 對不對 我知道很多少衛就去當牌長 那有些少衛他可能不是負責作戰的 他可能去什麼 到政戰體系去當輔導長 然後他可能在一個旅部當一個幕僚 他當一個聯絡官 作戰官 後勤官 那這樣零零種種各式各樣類別的少衛 他的階級都是一樣就是少衛 這就是所謂的散官的目的 不管你做什麼樣的工作 可是你在官僚階級裡頭的地位是一樣 那相對於臺灣的文官 臺灣的文官就分成什麼 減任官 特任官 減任官 見任官 尾任官 你這樣來考高考 考上的高考以後你就取得一個資格 然後你會從大概基本上你考上高考就從這個 見任官開始 對不對 然後你會 那你說見任官 那我比方說見任第一級 見任第一級代表什麼意思 那就代表你在整個官僚體系中 你的階級是什麼 然後你的薪水是什麼 那你說那我做什麼工作 不知道 因為你的見任一級你可能做的工作 就是你去哪一個單位 你可能到交通部 你去交通部做什麼樣的職位 你到臺北市政府做什麼樣的職位 可是你的地位是一致的 你都是見一己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區別 因為在官僚體系人太多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先後的次序 要有一個階級的區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國在一千多年前 就發展出這樣的一個官僚體系 一個人在官僚體系中 他的上下的階級 是由他的散官來決定 那散官分成文官跟武官 所以也代表了 你這個人到底是文官跟武官 其實有你的散官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散官它是代表 你在官僚階級裡頭的 這個官僚體系中的階級 所以文散官跟武散官各自一樣 都是分成三十級 然後你就在這個階級之中 循序來升遷 你一開始可能就是第三十級 或第二十九級 然後你慢慢往上爬 那至於你實際的工作 就是由你的直視官來這個決定 那也就是說同樣一級散官的人 比方說文散官的第二十級 那他會擔任什麼樣的直視官 這是沒有這個不一定 看這個人會被派到什麼 那樣的職位去 那你說同樣一個階級的人 他們負責的工作往往差距很大 那這個工作的差距也牽涉到權力 對不對 那當然是如此就同樣的一個這個散官 他可能有的人就被派到非常重要的直視官 有的人可能被派到一個非常清閒 然後無足輕重的直視官 所以理論上你在官僚體系裡頭的地位是一樣的 可是實際上你負責的工作 跟你掌握的權力卻有天壤之比 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國在1000年前就開始區別這樣的一個 這個散官跟直視官開始已經把它區分開 就是散官他基本上代表的只是你在這個官僚體系中的地位的高低 那至於你這個人你有什麼樣的能力會被派去什麼樣的職位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對於掌握政權的人而言 他可以任用任何一個剛進入官僚體系裡頭 地位還很低的人 可是他可以把派任一個相當重要的直視官 即便這個人他的散官其實很低 他散官他是文官25階 很低 可是我因為這個人非常的能幹 然後我要特別的予以拔策 我可以給他一個非常重要的直視官 可是這完全沒有影響 在官僚體系中 掌握權力的人可以做這樣自由的應用 可是他不傷害到官僚體系裡頭的階層 官僚體系的階層基本上往往是由年資來決定 就是說你一個人的地位高低 是你進入這個官僚體系裡頭 你越久理論上你應該爬得越高 對不對 這是官僚體系他制度上的這個安排 可是掌握權力的人 他往往是按照官員的能力 而不考慮他的年資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官僚體制裡頭就會做這樣的區別 把散官跟直視官分開 讓一個人的年資不影響到他實際派任的職位 這是為什麼中國的官僚體制 會發展成這樣的一個狀態 不過回到我們的這個討論的文武之分 那我們可以說到了唐代一個官員是文官還是武官 其實就已經變得非常容易判斷 因為你看他的散官嘛 他是文散官還是武散官 你同樣你可以看他的直視官啊 如果他是文的直視官他是由立部派任的 如果他是武的直視官他是由兵部派任 所以一個人是文是武就變得很容易來區別 不過我們還是要注意 制度上很容易區別 並不表示在現實上面 文官跟武官有了很清楚的界限 這是因為在唐代一個官員 他可以在文階跟武階之中任意的轉換 甚至有人同時擁有文閃官跟武閃官 就是說理論上每一個人他只有一個閃官 可是皇帝會因為要表彰某些人的才兼文武 而給予他兩個官 就是說因為這個人太能幹 所以皇帝要表示對這個人的重視 或者為了要讚揚他 他就讓他擁有兩個官 一個文閃官一個無閃官 所以在現實上我們仍然看到了這樣的例外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說這個人到底是文官還是武官 他既是文官又是武官 比如說制度上的區別 與現實上仍然有一段落差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一個閃官他很低 一個實在的職權很大 所以他可以管理比較高的閃官嗎 可以啊 當然 就是說閃官他只是代表你在官僚階級裡頭的地位 那我們說過你如果是一個低階的閃官 可是你派任了一個重要的職事官 那你手下可能有一些你管理到的一些官員 可能他的閃官會比你高 這是可能的 你這樣子還有那個上下階層的更別 你說這樣是不是就影響到官僚體系裡頭上下階層的區別 是的 你可以這樣說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閃官跟直視官要區別開來的因素 就是說閃官他基本上我們剛才說過他是按照你的聯資 常常是按照你的聯資來決定 就是說你做官做得越久你的閃官就會爬得越高 可是你做得越久的人不表示有能力啊 不表示他可以去管理很多很多的事情 不表示他在實際的這個政治的運作之中 他應該要爬到高階 他應該要掌握權力 他應該要管很多人 所以如果他是一個很平庸的官員 即便他的閃官爬到很高 他可能仍然受到別人的管轄 而管轄他人往往是一個資遣的官員 也就是說他的閃官比他低 是這樣子 而且這種情況還蠻常見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你說這樣是不是違背那閃官原來的用意 你可以這樣說啦 可是這就是他為什麼要靈活 就是他靈活的地方 那你說那在閃官到底這種閃官的高低 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最重要的意義在薪水 就是說因為你閃官越高 你的階層越高 你的薪水其實就代表越多 那這個在唐代 一個官員的薪水是兩個 一個是你的閃官可以為你帶來的薪水 另外一個是你的執事官可以為你帶來的薪水 所以你說一個平庸的官員 他在這個官僚裡頭 你就做了30年 他閃官已經爬到很高了 可是因為他實在沒有能力 所以這個都不會派什麼重要的執事官給他 所以他的執事官是很差的 是無足輕重的執事官 所以沒有什麼薪水 所以相對於一個剛進入官員 官僚體系裡頭的人 他可能閃官很低 所以他從閃官那邊拿到薪水很少 可是他的執事官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從執事官那邊拿到薪水就變得很多 這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搭配的 好又沒有問題 我們回到這個文武的問題 所以從這個閃官跟執事官 在唐代的區別裡頭 我們就看到文官跟武官 制度上已經有區別了 但是在唐代的前期 文官跟武官不會形成一個對立的團體 這是我們剛才說了 因為很多的官員 他會在文武兩個不同的集團之中 不斷的轉換 特別是唐代前期 統治階層 他們是出身北方的氏族 或者所謂的官隆集團 就是這個我們之前講過的 在這種關中隆右地區 這個居住的這些大族 那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才兼文武 所以他們的政治生涯 都會在文武直視中互換 但是在唐朝初年 統治階層的觀念裡頭 也不認為高級文官需具備 文學的才能 所以名將可以出任六部的上書 這個唐代中央 這個唐代的中央政府 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六部 立護禮賓行工 這個六個部 是唐代中央階層的最重要的六個部門 每一個部門的長官叫做上書 所以六部的上書是高階的文官 可是你在唐代你可以看到 名將在戰場上立功 他就直接去當這個六部的上書 就可以就變成一個高階的文官 比方說太宗時候的名將侯軍籍 他曾經先後擔任兵部上書跟曆部上書 而他的轉鏡頭就說 說這個人從小就加入軍隊 年輕的時候就是一個武人 這個從軍作戰 他到擔任六部上書以後 因為要開始看公文要批公文 所以才開始拚命的唸書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人因為是憑著軍工出身 所以沒有什麼知識 沒有什麼文學上的才能 可是被派去擔任高階的文官 所以只好趕快去唸書 因為沒有辦法應付這個文職的工作 武官可以任高階的文官 那同樣的文官可以統兵作戰 比方說唐高中時代的名將裴行儉 他是一個科舉出身的 他是明經科種地 他是一個讀書人 年輕的時候考科舉 然後因此考上了明經科 然後開始做官 然後是一個非常能幹的文官 在當時人家說他的能力 第一個著名的能力是他的書法 書道 說他書法寫得非常的好 然後另外一個能力是說 他非常的會看人 就是說他可以看這個人 就知道這個人是不是個人才 那很能夠 這個 鑒別人的能力 所以他曾經擔任這個 吏部尚書多年 吏部尚書非常的重要 因為吏部尚書是負責任命 這個執事官的 你要知道這個 這個人 你來看一看跟他談一談 你就知道這個人的能力是什麼 你幹嘛派到適當的職務去 所以他說他當時以這兩種能力著稱 一個是非常會寫書法 另外一個是他非常的能夠示人 就後來被派去統兵 就統兵也非常的有成就 就變成高中朝的名將 他後來他官僚生涯的最後十幾年都在統兵 年輕的時候一直到中年 都是一個著名的文官 可是他的官僚生涯的後半部 變成一個著名的武將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這樣的例子 一個官員你說這種人到底是文官還是武官 你說侯君錦到底是文官還是武官 裴興姐是文官還是武官 都變得很難說了 因為這個人可以說 他的生涯變成一半是文官一半是武官 在那個時代裡頭 讀書人說我因為是讀書人 我不習軍事 我不能夠出任君職 在當時是不會被接受的 就是說在當時的概念裡頭 一個能幹的人就是 文士武士都可以做 所以你可以今天當文官 明天當武官 然後後庭又再回來當文官 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唐朝初年 在統治階層裡頭 在政治運作裡頭 文士跟武功受到了同樣的重視 文官跟武官在升遷上面 能夠得到類似的機會 只要你有表現不管你在文的職位上有表現 或者在武的職位上有表現 你都可以得到相同的升遷的機會 同樣的在當時的法律裡頭 對於文士與武士也有同樣的規定 唐代的法律是有一個 非常嚴格的階級區別 就是說你做你是一個官員 你享受的法律待遇 跟一個平靡是有嚴格的差別 基本上其實就是官僚 享受很多很多法律的特權 那同樣的在平民階層裡頭 又按照你的職位而有區別 就是中國傳統的市民觀念 市農工商 就是你是市 你是農 你是工 你是商 你擁有的法律地位 權利都不一樣 也就是說唐朝的法律 沒有我們現在什麼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概念 這個沒有的 唐朝的法律是有非常非常高的 這個階級性 那這個當然我們不要想講 這不是我們課程的重點 那平民我們說過分市農工商 那法律地位最高的當然就是市 以市農工商而言 市人他享受了比較多的法律特權 相對於農工商 那因此法律裡頭就要規定 什麼人是市啊對不對 好你就說這些人可以享受一些特權 特別的待遇 那什麼人是市 那唐律裡頭唐在法律規定非常清楚 諸習學文武者為市 就是也就是說 在當時的概念裡頭什麼叫做市 習文習武者都是市 不管你是習文習武 你的身份地位是一樣的 你都是市 所以你也可以從法律的規定上看到 文室跟武室 在法律上地位是一致的 就好像我們如同我們說的 在這個官職的身遷上面 文官跟武官 他們也是平等的 他們往往是可以得到相同的競爭的 條件跟機會 不過這樣的一種 文官跟武官相互交流 地位平等的現象 隨著時間的發展 逐漸的在唐代的歷史上開始消逝 隨著科舉制度開始興盛 基本上從高中時代 唐代的第三個皇帝 從高中時代開始興盛 而崇尚財兼文武的官隆集團 這一個舊官僚集團 又在武則天掌權的時候 你知道高中朝的晚期 這個政權就落入到 這個高中的皇后 這個武則天之首 那武則天這個不喜歡舊的官僚 他跟舊的官僚有很多的衝突 所以他極力打壓舊的這些官僚 所以這一群 崇尚財兼文武 出將入相的舊官僚 在這個武則天掌權的時代 被打壓 被逐出朝廷 甚至被殺戮 所以唐朝初年那種 財兼文武出將入相的傳統 就開始消失 隨著漢人的精英分子 日益的專注於科舉考試 他們不再以從軍作為 追求公民逆路的手段 整個文武的關係 也就開始轉變 我們上禮拜就跟各位介紹了 這個撫兵的衰落 其實也是跟這樣的風氣有關係 就是說大家越來越覺得 對漢人而言 讀書考試 然後去讀書考科舉 然後去做官 變成一個大家追求的途徑 當兵就越來越沒有人要去做 漢人不肯當兵 那政府軍事的工作要移中誰呢 就移中這些外國人 移中這些凡將跟凡兵 這個你可以這樣說啦 唐代的軍事 在某種程度上 你可以說他是一種類似歐洲的那種 中古的僱傭兵一樣 就是說那個傭兵 就是說因為自己的人不願意去當兵 所以就找這些遊牧民主 來為我們這個政權來作戰 那這種這個問題到了唐玄宗時代 是最嚴重 唐玄宗時期的末年 統兵的大將幾乎全部都是胡人 而且這些胡人不是說 他自己一個人去這個帶兵打造 他手下的一批的將領跟士兵 其實也多半都是遊牧民族 都不是漢人 這邊邊境上都是充斥著 是胡人的兵團 那為什麼會這樣 基本上就是因為這些漢人 越來越不願意從軍作戰 各位如果小時候讀了一些唐詩 你就會發現在唐詩裡頭描述的這種戰爭 基本上都是負面的 也就是說這個唐詩它其實反映的就是 中國這些讀書人對於戰爭的態度 這統治階層不斷的對外發動戰爭 可是對於一般的人民而言 戰爭對他們帶來的往往都是傷害 所以這反映在當時的詩詞裡頭 你就看唐詩裡頭都告訴你什麼 年年戰場埋荒谷空見葡萄入漢家 對不對 他說這個年年戰場上死那麼多人 到底為我們帶來什麼好處 帶來的說是我們有葡萄可以吃 這樣 這是何等的諷刺對不對 對不對 或者說怎麼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對不對 告訴你這個嗎 都是去死人啊 對不對 或者用女性的口吻來說 就是說這個忽見末頭陽柳色 悔叫夫婿蜜蜂猴 說一個孤單的少婦 一個人孤零零的待在家裡頭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丈夫跑出去打仗 然後去追求蜂王蜂猴了 就剩下這些一個孤獨的女人 這個生活充滿了寂寞 對不對 這都是這種非常強烈的反戰的情緒 就是說你社會上 有這樣的情緒 可是統治者又拚命的對外發動戰爭 那最後怎麼辦呢 就只好去靠這些外國人嘛 這些外國人 他們願意靠參與戰爭來追求公民富貴 那這個這樣的現象 當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到玄宗的末年我們當然就知道 胡仁的叛變 這些凡將的叛變 就變成一個唐政府 對於唐代政府而言一個致命的打擊 對這是安史之亂 胡仁前的叛變 就是最後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是唐代歷史上的分水嶺 這個唐代前期這個一個國力強盛 這個中央政府非常強大 然後地方這個聽命行事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完全的過去 唐代安史之亂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的衰落 這個周邊遊牧民族的興起不斷的這個入侵 對中國的國防構成威脅 那同樣的這個皇帝跟朝廷的權威也隨之而低落 地方上的獨立的勢力越來越強大 面對這樣的一個局面 唐朝的君主當然是這個非常非常的不滿意了 對於這些在安史之亂以後當皇帝的人而言 他們面對的狀況跟他們的祖先有極大的差別 他們的祖先是這個 至少是表面上是四海擁戴的這個皇帝 擁有極大的權威 可是安史之亂以後的皇帝 就面臨了諸多的挑戰 這樣的環境 造成唐朝的皇帝對於五官有諸多的猜忌 因為對他們而言 他們覺得一切的問題都在於 來自於武將的不受控制 安史之安禄山的叛變對不對 就是武將不聽命嘛 起來做亂 所以他們對於五官的猜忌非常的深 皇帝不信任武將 導致了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 他不讓五官去參與政府的決策 朝廷的決策 所以安史之亂以後的唐代的中央政府 協助皇帝做決策的基本上是兩種 一個是宦官 一個是宮廷裡頭的宦官 深受皇帝的遺重 另外一個就是在政府裡頭的文官 中央政府基本上是受到科舉出身的文官所掌控 那這些科舉出身的文官 他們除了很少數的例外 他們基本上對於軍事都是非常的疏離 就是這些人的能力基本上就是 讀書啊寫詩文啊 然後他們對軍事是非常的疏離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讀書人不惜軍事的印象也就開始出現 就是說當時人越來越認為這些文人儒者就是不惜軍事 儒者不懂得軍事 雖然皇帝跟文官他們猜忌軍人 可是他們又不得不以眾軍人的服務 因為我們說這些文人他們不能夠自己來處理軍事嘛 那只好依靠武將 那這些武將呢 因為他們沒有進入到朝廷來轉任文職的機會 因為皇帝不給他們這個機會 皇帝猜忌他們 所以就變成武官只好在地方上久任軍職 他們不再像過去一樣 在邊境上立了戰功 就可以升官到朝廷裡頭擔任高階的文職 這條路已經沒有了 在安史做完以後就沒有了 所以他們只好 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成就 他們基本上就長期的擔任軍職 待在軍隊裡頭 待在地方上 待在邊境上面 所以就造成這些武官跟朝廷之間 有一種疏離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變得很疏遠 他們往往不熟悉朝廷裡頭的政事 跟朝廷裡頭的許多的儀式規矩 因為他們不會 他們不常到朝廷裡去 他們基本上到朝廷裡去的機會非常的少 因為他們也不太可能到朝廷裡頭 長期的去任職了 這樣的現象基本上沒有了 所以產生的結果是 這些武將對於武將而言 他們覺得到朝廷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他們甚至都根本不想到朝廷裡頭去面見國軍 按照這個唐朝這個制度的規定 一個官員在改任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高階的官員 你在改派官職的時候 你一定要到朝廷裡頭去跟皇帝見面 這理論上你要跟皇帝見面 然後談一談 因為你要派任一個新職 你應該要跟這個掌握最高權力的人 見面然後雙方做一些交談 對於你的新職有一些了解 皇帝要對你的新的職位有什麼樣的期許 要跟你談一談 所以理論上高階的官員在派任新職的時候 都要到朝廷去面君 去跟皇帝見面 那我們發現到朝代後期 有一些武官在派任新職的時候 他們往往藉故不到朝廷去 因為他們覺得去朝廷好麻煩 朝廷裡頭有一大堆的繁文入竭 然後皇帝高高在上 他們覺得到了京城 到了朝廷去見皇帝覺得非常非常的麻煩 他們情願長期待在地方上 因為他們在地方上就是這個 這個最高的這個地位最高的人 他們其實為所欲為 所以他們根本不想要到朝廷裡頭去見皇帝 他們想找各種的理由來迴避這樣的事情 那這樣的一個現象 他最後產生的結果就是文官跟武官各分群體 他們各自佔有自己的政治勢力 基本上文官控制了朝廷 控制了中央的這些文職的這些職位 那武將在地方去統兵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政治勢力 這兩個團體他們彼此不太交流 因為我們說了這種出將入相的傳統已經消失了 文人就長期的擔任文職 武將就長期的統兵 雙方沒有交流 所以這兩個團體就形成 沒有交流的各獨立的勢力 他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我們看到了 唐代後期的文官跟武官 他們覺得對方是跟自己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性情也有不同的行為模式 就是說文官覺得武官是另外一群人 武官也覺得文官是另外一群人 我們舉一個武將對他的朋友說的話 我們看一下舊堂書的李承傳 李承是唐德宗時代的大將 我們說這是安史之亂以後了唐代的後期 唐德宗時代的大將 唐德宗的時代曾經面臨嚴重的這個凡政的叛變 就是地方上的軍人起來叛變 甚至一度攻入京城 所以這個皇帝還倉皇的逃走 然後最後他是靠著這個李承的這個效忠 對他的效忠 這位大將對他的效忠 才陸陸續續把叛亂給彌平 所以李承是德宗朝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位武官 德宗皇帝對於這個李承當然是非常的倚重 也非常的尊敬他 因為其實他的皇位基本上都靠這個人來的維持 那德宗同時他信任一個文人 一個科舉出身的文官叫做張顏賞 他用張顏賞做宰相 這個成為最高階的 成為文官的領袖 他非常的信任他 可是問題很快就來了 因為李承跟張顏賞有舊仇 這兩個人年輕的時候就這個有衝突 據說是為了搶一個妓女 然後結下了兩子 你知道唐代那個妓女文化是非常順行的 這些文官武官都常常出入這些深色場所 據說他們年輕的時候就認識 然後為了爭奪一個妓女結下了舊仇 那對於皇帝而言 他當然不希望他最倚重的文官 跟最倚重的武官有仇啊 對不對 他都同樣的倚重這兩個人 那皇帝也知道 這兩個人有舊仇是非常有名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連皇帝都知道 所以他就下令叫兩個人和解 以皇帝的身份出面 要調停這兩個人的舊仇 那李承就跟張以言長說 他說皇帝叫我們要解仇 他說那解仇就是解仇很簡單 那解仇總要做一些象徵性的動作 來表示我們現在這個一笑名恩仇對不對 他說那這個動作 他說我提你呢就是 我的兒子娶你的女兒 我們結姻親 我的兒子也沒結婚你的女兒也沒嫁人 所以我們讓他們兩個結婚 讓我們變成姻親 這樣就解仇 就張以言長拒絕 張以言長說No 沒有這回事 我女兒不要嫁給你 我女兒不要嫁給你的兒子 這李承當然非常的生氣 所以他就跟他的朋友說了這一段一段話 所以在張以言長拒絕 李承的提議 李承就跟他的朋友說 他說五人性快 若是舊惡於悲酒之間 忠歡可解 他說我們這些軍人 我們的個性非常的直爽 性快就是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爽快 如果我們要試這個舊仇 其實很簡單 就大家來喝酒 悲酒之間大家吃飯喝酒 喝到高興了 中歡就是大家喝到後來 這個喝得有點醉 喝得很高興 這個仇就解掉 所以他說 黃帝現在要我跟張以言長化解這個仇恨 其實對我這個軍人而言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他說 but on the other hand 這個但是 這個文事難犯 他說可是這些讀書人都很難搞 讀書人都很壞 都很難搞 雖休目於外 而敘怒於內 他說他表面 這些文人都是兩面人 他表面上跟你很好 休目就是說表面上對你很客氣 可是那個恨都放在心裡頭 內就是心 放在他內心裡頭 今不許婚 性未忘也 得無聚焉 現在呢 我跟他說提議 結成殷親 他拒絕 表示這個舊仇 性就是舊仇 舊仇他並沒有忘記 這真是令人很可怕的事情 難道這個 這個將來他一定要害我 這個 所以你看到 在這樣的一個段話裡頭 李承充分的顯露出 他對於文人的這種不滿 他這種不滿 當然是針對張顏賞而來 可是他把張顏賞看成是另外一種人 這種人叫做文士 男犯的文士 這些文人跟我們這些五人不一樣 當然你可以想像這個李承為人約 他說這句話說給誰聽 他說給這些五人來聽 他的朋友當然就是軍人 他說我們這些五人 我們的個性 我們的行為跟這些文人是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種文武的這種對立 在這樣的一個 這其實是一個小事情對不對 兩個文官跟武官要解愁 可是在這個事件裡頭 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當時跟文人跟武人之間那種 嚴重的對立的意思 李承是一個五 五官 他說文官是這個什麼 文士難犯 羞目於外 敘怒於內 對不對 那文官當然也會罵五官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來舉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剛才看了五官怎麼罵文官 我們現在來看文官來罵五官 文官對五官也有很多很堅韵的批評 五人被描寫成違法犯計 不守禮義 好我們舉的例子是 劉雨昕寫了一首詩 叫做五夫辭 大家對劉雨昕都不陌生 你都讀過他的陋氏名 對不對 事事陋氏為無得心對不對 三不再高有仙則名 水不再生有農則靈對不對 事事陋氏為無得心 有吧 沒有還沒被刪掉吧 還沒還沒 有讀過還記得嗎 想一想 想一想那個陋氏名裡頭 那一個傲慢的文人 當然都非常傲慢 他說這個陋氏 可是為什麼何陋之友 就是說因為有我這個偉大的文人 對不對 他說這個 這個往來無百丁 對不對 他就是那個山不再高 然後有仙則名 對不對 他說山沒有很高 可是只要有裡頭有神仙就會變成很有名氣 就好像那個陋氏 因為有了他 就變成不再是陋 不再簡陋對不對 那當然是非常非常傲慢 對不對 你不覺得嗎 那個文國恩老師都沒有跟你說嗎 他寫了一首武夫詞 專門罵武人 那你可以想像呢 從頭到尾都沒有好話 對不對 這首詩其實也不長 我們就把它列這個 引在這裡 然後我們把它唸一下 這個 這一次五顏古詩啊 一首五顏古詩 然後 不長 可是 我看起來罵得還滿兇的 他說 武夫何廣廣 衣子席匠賞 借位 胡維爾 烈笑 再陰陽 他說這個 這些五人為什麼看起來這麼的囂張 廣廣就是要看起來很了不起的樣子 他說呢 然後 然後呢 他們還穿著官員的衣服 所謂的 衣子 跟匠賞 這個 紫色跟紅色 在中國古代 只有官員可以用 所以這個 比方說中國古代 如果你家裡頭的門七成紅色 什麼諸紅大門 都表示你是做官的人家 一般的平民 你的門只能七成灰色跟黑色 中國古代這個 對於這個顏色的規定 有非常非常繁瑣的那個階級 就什麼人可以穿紅色 可以穿紫色 都是基本上你要做官 才可以 一般的平民是不可以用這兩種顏色 因為這兩種顏色 是屬於統治階層的 不屬於被統治階層 所以他說這些五人為什麼看起來這麼了不起 然後還穿上官員的衣服 所以他就問說為什麼 他記得問胡維爾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說原來烈校在陰陽 原來是他們是軍隊裡頭的將校 陰陽就是軍隊 一將軍士結交少年場 這些在軍隊裡頭的這些五官 他們依靠著將軍的權勢 結交這些所謂的少年 這個在文言文裡頭 你反正讀文言文裡頭 文言文裡頭提到這個少年 絕大部分前面都可以加兩個字叫做不良少年 對不對 所謂的少年都是做這些都不好的人 這是不良少年 絕大部分的文言文裡頭的所謂的少年 都是帶有負面的意思 結交這些 這些社會上的這些無賴之徒 不良少年 探完害公立 抽刃杜彌昌 因為他們跟這些不良少年結交 所以他們做什麼事呢 他們就是為非作歹 違法犯計 殺害這些公立的執法的官員 然後呢 在這個祭院裡頭 針鋒吃醋拔刀相向 所以你看到這個 就說這些 這些獵少在陰陽的五人 其實都不做好事了 探完害公立是用的這個 漢朝的典故 說這個漢朝的長安城那些不良的少年 他們常常去殺害那些執法的官員 那他們在殺這些官員 當時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到底誰要去他們往往探完來決定 探完就抽籤的意思 這個抽籤有決定是誰誰 所以出去動手 所以呢 這個探完害公立 抽刃杜彌昌 就指這些五人 只會這個跟這些不良少年勾結 然後做一些違法犯計的事情 然後底下說他們家產既不是 顧判自身高 堪戈高樓上 坦替大道庞 說這些人這個不適生產 可是自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好像只會做什麼呢 這個 在高樓上唱KTV 然後喝醉了就在路邊脫光了睡覺 這真的這個看起來 不知道他寫五人還是寫不良少年 不過愛妮美他在他心目中 這兩個人是一樣 然後說這些人實為編護人 秉和甘普康 今來從軍樂樂馬邀高良 他是說這些人其實以前都是農民 然後耕田 然後吃很粗糙的食物 這個府康就是這個粗糙的食物 然後現在來從軍很快樂 因為為什麼呢可以騎馬 然後吃很好的食物 高樑就是這個指美食 然後呢而且這些人還不滿足 由斯封城起五種取猴王 所以他說這些人即便如此 現在可以月馬邀高良 可是他們仍然還不滿足 他們還在常常想哪一天可以發生戰亂 他們可以這個借此封王封侯 五種取猴王 就是說他沒有靠什麼背景 可是還可以這個封王封侯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五夫池裡頭描寫出來的五人 就是違法犯計不知禮義 這個然後還一天到晚想著這個國家發生動亂 他們可以追求更大的利益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當然是非常非常的負面 對於這些五人的描寫變成非常的尖銳的一種批評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這樣的文字的出現 其實當然都反映的是在當時這個文官跟五官 這種互相排斥的這樣一種情緒 唐朝的後期我們說了這個文官跟五官他們各分領域 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勢力範圍 所以他們雖然互相的這個攻擊 可是這種攻擊基本上還是一種情緒上跟言辭上的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我對五人不滿 我寫手勢然罵他 可是等到唐朝這個整個政權走向終點 在這個皇朝之亂以後 整個唐朝的中央政權快速的衰落 結果國家走向分崩離析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頭 五人的勢力就快速的擴張 因為整個中國陷入到分裂 陷入到這個戰亂 那五人的權力在戰亂之中擴張 他們當然就不再容忍文官對他們的歧視 也就是文武的衝突對立 到了唐朝末年就轉為真實的殺戮 就過去這種對立批評 侷限在這個情緒上或者這種文字上面 可到了唐朝末年我們看到的 就是五人這個 不再能夠忍受文人對他們的歧視 他們的做法就是屠殺 比如說你們這些瞧不起我們的文人 我們就把你們殺掉 那最有名的一場屠殺就是朱全宗 這個後來這個串唐成立後梁政權的 這個後梁太祖朱全宗 他曾經一次屠殺了30多位的唐朝的高階文官 而這些高階文官被殺掉之後 他們的屍體還丟入到浑濁的黃河裡頭 我們知道黃河的水很濁 那為什麼把這些人殺掉 還要把他們的屍體丟進黃河裡頭 朱全宗說因為這些人平時高傲傲慢 自命為清流 瞧不起我們這些五人 所以呢我把你殺了以後 把你丟到黃河裡頭看你還怎麼清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報復性的作為 就是說你們自己了不起嗎 自己說自己是清流 我現在看你怎麼清 我把你丟到最渾濁的黃河裡頭 看你再怎麼清下去 這個被歷史上稱之為白馬之禍 就是因為他在這個長安城外的白馬義 屠殺了這個30幾位的這個高階文官 所以這樣的事件 當然就代表了五官勢力的擴張 在文武對立的意識之下 當五官擴張以後 他們就不再容忍文人對他們的批評 他們直接以暴力的手段來報復 唐朝滅亡是由於五人勢力的擴張 各自這些五人建立自己的政權 這個導致國家分崩離析 然後最後朱全宗串了唐朝 然後中國歷史進入到所謂五代時期 五代十國時期 中國陷入一個分裂 然後在北方有五個短命的王朝 每一個王朝存在的時間 最多的不過14年 最短的只有4年 這個所謂五代這個快速政權快速動盪 然後中國陷入分裂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裡頭掌握權力的基本上都是五人 所以很多的歷史家稱五代十國為五人政治時代 這個五人掌握了政權 這跟過去這個政治權力由讀書人掌握有很大的差距 沒有錯 在五代時期我們的確看到了 是五人起來憑藉著軍事的力量來建立政權 不過有一個發展我們必須注意 就在這些五人崛起的過程之中 他們固然曾經殺戮那些不聽他們話的文人 可是並不表示在五代時期的文人 或者讀書人或者文官完全的沒有地位 這是因為五人雖然崛起了建立政權 可是他們合理化自己政權的時候 仍然要靠著文官的協助 我們都知道人類的這個 在人類歷史上建立的各個政府 各種政權 它基本上都是軍事力量下的產物 就是說一個政權的建立基本上都多多少少有依靠著暴力 所以這個中國傳統的話就說馬上得天下 在馬背上打下了江山得天下 用這個毛澤東的話就叫做槍桿子出政權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這個當然不是中國 只有中國這樣子 其他的文明 這個歐洲的文明業 當然也都是如此 一個政權的建立都帶有暴力的傾向 我們也可以說任何的政府都帶有強制力對不對 任何的政權它都有這個武力作為它的後盾嘛 所以也就是說政府它總是要告訴人民 為什麼我這些權利是合理的對不對 是合法的 是可以被接受的 很多團體都擁有暴力 強盜的團體對不對 它其實也有就是靠暴力啊 那很多人跟隨他們對不對 因為受到他們的暴力的威脅 所以就只好聽他們的話 政府從某一個角度來說 他也是利用暴力啊 讓大家來聽他的話 因為你不聽他的話 他就會給你某種程度的懲罰 對不對 可是政府跟這種盜匪團體 跟幫派團體之間的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 政府行使的權利 是一個經過合理化的政治權利 他用很多很多的說詞來合理化 他這些政治權利的行使 比方說在台灣政府就跟你說說 我們是一個民主政體 其實人民才是頭家 政府只是為人民來服務 我們都知道這是騙人的嘛 對不對 可是這就是政府的說詞 對不對 為主問說政府一定要有這個說詞 很簡單 政治政府的權利要能夠遂行 它其實它是 它有一個合理化的理由 讓大家能夠接受這個政府的統治 這個政府才能夠運作 對不對 那合理化的說詞有很多的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剛剛同學說的那個理由 基本上就是政府透過教育體系 告訴被統治者 然後讓對統治者覺得 聽起來很有道理 所以我們接受對不對 那可是各位想這個 我們現在的政府 它往往用民主啊 對不對 這個這種為理由 來合理化它的統治 可是在中國古代就不是嘛 中國古代的 這個政府出來 根本不知民主為何物 所以它當然不會用 這個這一種說詞 來合理化自己 那中國古代的政府 它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告訴被統治者 它是合理的 大家對中國歷史稍微有一些了解 你可以想一想 中國古代的政府 是怎麼來合理化自己 或者中國不太了解 那大家想一想 在歐洲好了 比方說 1000年前的歐洲政府 它怎麼說 我這個國王 或者我這個皇帝 我的統治是有權利的 這個我的權利是合理的 你大家都要聽我的話 接受我 比方說1000年前的歐洲是什麼 或者7、800年前的歐洲 武力不是一種說詞 就是說什麼理由 說我的武力是合理的 宗教 對不對 上帝 比方說1000年前的歐洲 就是什麼 軍權神獸 大家還記得嗎 你中學應該讀過 對不對 它告訴你說 為什麼我作為國王是 你應該 大家要聽我的話 因為我的權利來自於 上帝的授語 利用宗教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比方說現在這個美國政府 當然它不會說 歐巴馬是 他是來自於上帝的授語 他是人民投出來的 所以他的權利來源 是這個民主的機制 對不對 可是在1000年前 這個沒有民主制度 所以國王的權利來源 怎麼來自宗教 來自於上帝 所以對不對 所以皇帝 這個 或國王他即位的時候 要有一個 這個主教 來幫他加冕 對不對 要幫他加冕 這象徵著什麼 象徵著這個 上帝賦予他這個統治的權利 對不對 所以比方說1000年前 這個歐洲的 這個國王 他的政府 合理化自己的手段 就是宗教 對不對 可是在中國我們知道 沒有這麼強的宗教 對不對 那中國是用什麼 中國沒有什麼宗教 沒有說 這個來自於菩薩的授語 對不對 或者佛的授語 中國人是說什麼 天命 對不對 中國人這種天命觀念 其實從周代就開始有 然後從周 然後到秦漢以降 中國的皇帝 都是以天命來這個 合理化自己的這個統治 所以我們各位看這個古裝劇 不是皇帝念什麼什麼聖子 第一句都說奉天成韻 皇帝照曰 對不對 皇帝是成天命 來行使他的權利 對不對 天命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天命 秒不可知啊 對不對 你說這個 我怎麼知道這個人存有天 擁有天命 對不對 那天命看起來很抽象啊 雖然你大家都說我有天命 可是天命很抽象 你要怎麼具體的去證明 你擁有天命呢 那實際上都靠的就是 禮樂的儀式 就靠著一些禮儀式 比方說來祭天啊 來風禪啊 這個實行一些禮樂的儀式 來證明我是擁有天命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裡頭 統治者他在靠著武力打下天下以後 他都要藉助禮樂儀式 來合理化自己的權力 讓這個權力轉化成一個 經過合理化被接受的權威 讓這些被統治者來接受 對不對 那誰掌控了這個禮樂儀式 其實當然還是傳統的儒者文士 對不對 傳統的讀書人 這些人才知道什麼是禮樂 什麼是儀式 所以在唐末五代我們看到的現象是 沒錯 武人憑藉著武力建立的政權 但是一旦他們要追求 合理化自己的權力 他們就必須借助文人的幫忙 靠著儒家那一套 以天命觀為中心的這個政治傳統 來合理化自己的政權 而一旦這些武人 他們開始跟文人合作 來合理化自己政權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接受了文人的 那一套價值觀念 那一套的思想 其實我們不妨就稱之他們是一種 文儒化的過程 他們就開始跟文人合作 然後接受文人的這一套觀念 比方說我們以朱全宗為例 朱全宗我們說他其實 對這些文官文人沒有什麼好感的 他曾經大肆地屠殺他們 對不對 白馬之禍 可是當他開始決定決心要串堂 然後建立自己的這個良這個王朝的時候 他就還是得跟這些文人文臣來合作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他 篡位的過程 朱全宗決定篡位以後 他就把這個殘存的這些唐代的文官 唐朝的文官找來 當然這些文官都是效忠他的 已經效忠他了 這個才能活下來 不效忠他都早就被他宰了 對不對 然後就找來跟他們說 我決定要串位了 然後這些文人呢 就要去幫他做這些 合理化他這樣當皇帝的這套儀式 所以這些文官就以唐朝那個傀儡皇帝 已經變成傀儡皇帝的名義 下了一個招書 就是一個讓位的招書 就說這個禮堂的天命已盡 現在這個朱家要代之而起 所以他要傳位給 這個讓位給朱全宗 好那個招書當然就被公佈了 招告天下 所以說皇帝現在要讓位給朱全宗 那朱全宗這邊當然就立刻做出了回應 這個回應就說不行 我何德何能 怎麼可以做皇帝 所以朱全宗呢 身邊的文人就幫他寫 寫一個什麼 拒絕讓位的咒術 那這個咒術當然也要公佈天下了 招告天下 說不行現在皇帝要讓位給我 可是我不行 我不能接受 我繼續做我的大臣 我不能當皇帝 然後朱全宗接受 這個拒絕讓位的這個咒術公佈之後 當然皇帝身邊的這些文臣 就再寫了一個招書 就說我堅持要讓位 我一定要讓位給你 這個招書當然就公佈 然後當然朱全宗這邊又寫了一個 我堅決拒絕接受皇位的 這一個咒術給皇帝 好 那你說這個朝廷裡頭 這些文官非常的忙碌 忙著去寫文章對不對 這邊要讓位 那邊一定要拒絕對不對 那你說好 那其他的地方上的這些官員 他們就坐在那邊看戲嗎 這個看中央演這個 善讓的大戲對不對 當然他們不能這樣 他們必須要參與 參與這個新政權的建立 貢獻心力對不對 所以地方上的這些官員 當然也不能閒著 所以各地地方政府 紛紛揍揍揍 說我們發現了一些祥瑞的現象 過去沒有的祥瑞現象 然後說這邊就是說 我們這邊突然發現了一隻大的靈芝 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大的靈芝 然後那邊說 我們這邊出現了這個白兔 這種代表祥瑞的這種 過去沒有的野獸 然後這邊地方政府說 說我們這邊有一個僑夫到山裡頭去砍柴 他衣服砍下去 這個砍斷的樹裡頭突然有一行文字 就是說朱全宗當為天子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奇異的現象 然後這些奇異的現象都不斷的 這個上報到這個朝廷裡頭 那所有的執意現象 當然都代表了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天命要轉移了 現在是朱全宗要當皇帝了 所以朝廷裡頭在搞這個 讓位拒絕讓位 讓位拒絕讓位的這個遊戲 地方政府也在搞另外一個遊戲 就是咒爆各種各種的祥瑞 證明朱全宗剛擁有天蜜 那你說這個遊戲到底最後玩了多久 這個遊戲前前後後玩了三個月 結果朱全宗終於心滿意足 覺得他的這個合理化的這個天蜜 他取得天蜜已經得到了足夠的證據 最後他執行了這個善讓的大典 由這個長朝的皇帝 在這個善讓儀式之中 把皇位傳給了他 然後他變成了皇帝 這個登上了皇位 然後大宴群臣 他在大宴群臣說的第一句話是 今日之事皆駐軍推待之力也 就是說今天的事情都是各位去做出來的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當皇帝都是你們要我當的 好 跟我沒有關係 對 所有事情跟他沒管 對 那你說為什麼要玩這個遊戲 他很簡單 就是合理化 好 合理化 那當然 可是我們不能夠小看這個合理化 你不能只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很無聊的政治遊戲 就是說這個 這個520馬英九還要就職 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你幹嘛就職呢 就職典禮到底有什麼意思 可是我們要就是一種儀式嘛 對不對 這個所有的儀式 儀式都有它的功能跟意義 在這個 在五代我們可以說它的一個這個意義 就在於 它代表的是這些五人開始轉變 在這些儀式中 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以前無聊的政治遊戲 可是它在文化上代表的意義很重要 就是說這些五人 他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子 他只知道去打壓這些文人 他必須跟文人合作 因為你是要靠著這些文人 來幫你做這些合理化的這些工作 它同樣也代表的是 在五代 唐木五代崛起的這些軍人 他們沒有辦法建立另外一套 合理化的論述 或者一套新的價值觀念 來取代儒家的政治傳統 他們還是只能乖乖的回到儒家的政治傳統 去搞那個散讓 去搞那個天命 對 所以因此這些軍人 他們即便擁有極大的武力 可他們仍然必須接受儒家的文化 接受儒家的傳統 所以很快的這些軍人就變成開始跟文人一樣 他們開始模仿文人的言行 這樣的轉變 在這些軍人的兒子身上最明顯 比方說朱全宗他是一個軍人 可是他的兒子朱友貞 後來的後良末帝 就是被稱為儒雅守文 就是說這個朱全宗是個國感善戰的將領 可他兒子的形象完全跟他不一樣 就是一個儒者 說他喜歡讀書寫詩 然後喜歡跟文人在一起 就跟他父親完全不一樣 就跟他父子之間的差異這麼大 比方說朱全宗的死對頭 這個李克用 這個沙陀人 他們是遊牧民族 李克用當然是遊牧民族的領袖 他都不是字 可是他的兒子李淳旭 就後來的後堂的莊宗 就非常喜歡強調自己的文學的能力 知識 然後就喜歡跟他的手下的這些武將講 說他12歲就開始讀春秋 說他是可以把那個春秋經從頭到尾抄寫 那你說其實這沒什麼了不起 我也會吵的 可是你要可以想像 在那個時代他的手下 這些人都不認識字 和這個皇帝 他會寫字 他會讀書 當然這個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這種五官的文儒化 當然就造成了很深遠的影響 到了五代的最後一個王朝 後洲 我們就看到整個政治的發展 開始有了轉變 後洲的統治者叫郭威 這個人是一個軍人 他從小這個就無所事事 是一個市警無賴 然後後來犯法殺人 殺人以後被抓起來 判了死刑要送到刑場去處決 可是在當時這個處決犯人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奸展官 有一個軍官 在那個刑場去監視這個刑刑 這個奸展的武官 就看這個郭威長的人高馬大 這個非常魁武 就說這個人殺得多可惜啊 讓他來當兵就好了 所以就偷偷把他放了 然後把他送到軍隊裡頭去當兵 然後這個人後來就在軍隊裡頭 開始讀書 然後做軍人 然後後來變成一個大名將 然後最後篡位變成皇帝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當然在古代是非常常見的 而五代很多的軍主 都是出身非常的低微 然後靠著戰功 然後建立政權 可是郭威 因為他後來開始讀書 所以他在當皇帝以後 就開始要有意識的要改變 這個長末以來 這個軍人掌權的這個現象 他即位之後 做的有一個具有象徵意義 極大象徵意義的事情 就是他到山東區府去祭拜孔廟 這從唐朝衰落以來 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 沒有皇帝到屈服去祭祀孔子 然後他在祭祀完的時候 祭祀結束以後 他就要跪下來 向孔子的這個牌位 這個跪拜 然後他身邊的這個隨從就制止他 就說這個眾尼人臣也 這個你是君主 怎麼可以對這個人臣 這個孔子眾尼 孔眾尼他只不過是人臣 他不是皇帝 他說你怎麼可以以皇帝之尊 來對孔子下跪 然後就是郭威的答覆是說 他說文宣王 就是孔子的封號 唐朝以來這個孔子又被分為文宣王 他說文宣王百代帝王之師 得無敗乎 他說這個文宣王是所有的皇帝的老師 所以這個皇帝要對這個老師下跪 所以他是下跪對孔子跪拜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從這個對答之中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畫實在的大事 就是孔子的地位重新被提高 提高到皇帝的老師 這個傳統的當中 我們都知道這個孔子本來就是這個至聖先師 這個帝王之師 可是在唐末五代這個地位衰落 現在被重新的提起 所以這樣的跡象都可以代表了這個文人的統治 這種尊重文人 尊重儒家的這個傳統文字的關係要重新的崛起 所以從後洲到北宋 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的努力 這些努力主要都是從皇帝開始 從郭威 後洲的皇帝郭威 到後來北宋的皇帝 趙匡應趙光義 就是北宋太祖跟北宋太宗 他們其實都是武人 可是他們都是讀書的武人 對他們都是武將 然後憑著戰功掌握權力 可是他們都讀書 他們都尊重這個儒家的這一套傳統 他們重視孔子 所以在這一群皇帝的努力之下 這個文人的地位跟權力重新開始恢復 這些皇帝都有意的排除 有意的剝奪五人的政治權利 然後重新的把政權轉移到文人的手上 來重建文治政府 這樣的轉變當到了北宋更為的明顯 從北宋太祖開始推動一系列的政策 來削弱五人的政治權利 而這些政策都為他的弟弟 北宋太宗趙光義所繼承 所以很快的從後洲到北宋 文官的政治權利就恢復了 這個經過了大概唐末五代 大概六十年的衰落 文人的政治權利跟地位又重新的恢復 那隨著他們的權力的擴張 文人也開始試圖建立他們在政府中的一種 特殊的地位跟自尊來跟五官相互的區隔 他們又回到了過去 他們開始說我們跟五人是不一樣的 對五官而言 戰場上的功勞是他們最主要的貢獻 也是合理化他們對於權利地位的要求 就是說為什麼五人可以掌握權利 因為他們是戰功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到了北宋 文人開始質疑戰功的意義跟價 在過去這種戰功的意義跟價 當然不可能被質疑 在過去你要戰功就可以取得權利地位 為什麼會被質疑 可是你可以看到 北宋文人他們提出了不同的說法 比方說曾宗皇帝宋曾宗的時代 當時的宰相王誕 他就對曾宗講了這樣一段話 他說五夫漢族小有成功 過求決賞 威望即勝 局需姑息 往往不能自保 他說這些五人啊 強悍的五人 他們立了一點點戰功 他們就會希望過度的要求賞賜 他們只要有一點點風暴 就會要求過分的賞賜 那如果你答應他們 你給他們很多的賞賜 他們就會有威望 他們就會有地位有聲望 那說一旦有聲望以後 他們的野心就會越來越大 那朝廷就更要姑息他們 可是你越姑息他們的欲望就越大 然後最後呢就不能自保 不能自保就是說 他們就不會再保持自己的本分 那意思就是說他們就起來叛變 那結果是什麼呢 兇於國而害於家 即既對國家造成傷害 也對於他們的個人造成傷害 所以上升然之上就是宋正宗 說宋正宗非常同意這樣的話 也就是說王大人說 這五人立戰功就不是國家之福啦 相對的是國家的威脅 五人立了戰功他們聲望高了 聲望高了他們就會威脅我們的政權 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這樣的事情 好文人說五人不要讓五人立戰功 因為五人立了戰功就會有問題 可是那萬一發生了戰爭 那你要派誰去呢 文人說那我們自己來吧 不能靠五人 靠五人去處理軍事 然後萬一他們立了戰功 就有危險 所以從宋仁中時代開始 就是曾宗的兒子仁中 朝廷就開始以文臣為軍事的統帥 比方最有名的就是范仲淹跟韓齊 他們負責對西夏的戰爭 他們是軍隊的統帥 他們手下是職業的軍人 軍人只負責實際的戰鬥工作 而不負責決策 也就是說軍人是聽命行事 做決策都是文官 所以形成這種以文治武的體制 就是說五人是在文人下面 文人才是做決定的人 文人才有資格做決定 文人才有資格掌握權力 五人只是乖乖的聽命行事 而這樣的一個傳統 這個傳統就是說文人出任統帥 由文人來控制五官的這樣傳統 一旦建立 就造成了五官 連出任地方上的長官都會遭遇反對 對 就是說連一個這個地方州郡的官員 你看北宋有這個一百多個州 然後一個五官去當一個州的資州都會被批評 比方說當時的文臣于晉 反對這個大將嫡親擔任魏州的資州 然後在于晉的這個文集裡頭 這個我們看到了他寫了好幾個奏折 批評這個事情 說你怎麼可以派一個五人去擔任智州 然後他從頭到尾其實重點只有一個 就是說你應該派一個讀書人去 不應該派一個軍人 他說天下這麼多讀書人 隨便派一個讀書人去都比派一個軍人好 這個非常非常激烈的這種歧視 就是說我們這些讀書人 再怎麼樣都勝過一個軍人 我們不管怎麼樣糟糕都比軍人強 隨著這個文人權力的擴張 對於五人的批判也就日益的尖銳 那這種在北宋時期批判 批評五人的作品其實很多 那我們在這邊舉一個代表性的作品 就是歐陽修寫的五代史記 後來又稱之為新五代史 這個大家這個中學應該都讀過 這個五代史新五代史裡頭的 對於馮道傳的論對不對 這個罵馮道是這個無恥對不對 歐陽修為什麼要寫五代史記 這本書其實並不厚 不算一個很大的內容很大的一本書 其實歐陽修寫五代史記最主要的目的 是對五代時期的五人政治做一個完整的批判 就是到了仁宗時代是一個文人政治的時期 就是說對他們而言他們回顧五代時期 那個五人掌權的時代 他們有諸多的意見諸多的不滿 所以歐陽修就把這些不滿把它具體化 然後寫了這個五代史記 這透過對於五代時期歷史的描述來表達 他對於五人政治的批判 所以在這本書裡頭有很多罵五人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一段話是最精彩的 所以我們把它引在這邊 看很短 才兩行 可是我覺得罵得實在是很痛快 他說五代治君皆五人崛起 齊所語距永夫漢族各列土封侯王 他說五代的君主都是軍人 都是軍人崛起 然後跟他們一起打天下齊所語 跟他們一起打天下都是永夫漢族 都是這些強悍的軍人 然後等到這個五人當了君主 這些跟他打天下的永夫漢族 都各列土封侯王 就是說他們成為地方上的長官 然後他們去統治百姓 結果他說何亦豺狼之目私人也 他說這些軍人去當這個地方官 去統治百姓 就好像你找一群豺狼虎豹 去統治平民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永夫漢族都是豺狼 也就是說在他看起來 這五代時候的軍人都不是人 都是野獸 那我想不清楚 這個你要罵人 但把一個人罵到是野獸了 大概已經是最高層次了 這個最高級了吧 尤其是在傳統中國 想不出來這傳統中國 還有什麼文獻 還有什麼詞語比罵人 罵人不是人更嚴重 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人都是豺狼 都是野獸 所以我說這個真的罵得很兇 五代時候的這些統治者 這些軍人都是豺狼 那這段話當然非常表現出這種 文人對於這種武人的反感 對不對 這種強烈對於武人的批判 他當然一方面導致了武人地位的下降 尚武價值的消失 這個軍工也都被質疑對不對 然後你的戰功 戰功對我們這個國家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這種軍事的價值被貶抑 而另外一方面也很有趣 就是文官開始以自己信仰的價值觀念 來建構軍事的體系 就是說什麼叫做 文官以自己的價值體系 來建構軍事體系 就是說文人把他們所相信的這些事情 你知道文人最會做的事情就是什麼 讀書考試對不對 傳統的中國讀書人 其實最會做的就是讀書考試 所以在他們當這些人面對軍事問題的時候 他們也採取同樣的辦法 比方說整個人中時代 他們遭遇了許多外患的威脅 所以他們開始怎麼樣 他們開始編兵書 他們開始編一些兵書 他們說為什麼這些將你不會作戰 打仗打不贏 因為他們不讀書啊 趕快編一些兵書給他們讀 然後另外一個什麼建立學校設置武學 中國第一個軍事學校 官辦的軍事學校就在這個時期建立 也就是說文人把他們自己的信仰的價值觀念 把它應用於軍事的層次 在他們看起來解決所有的問題的基本辦法 就是設學校然後讀書嘛 所以軍事現在有問題 那我們也要一樣 我們寫兵書設立軍事的學校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宋代的軍人形象跟軍事著作 如果我們跟同時期的中國歐洲相比 就會看到許多的對比 我們在中世紀的歐洲 比方說這是一個十四世紀的版畫 在畫什麼 十字軍對不對 OK很好 中學歷史都學得很好 這是十字軍嘛對不對 那這是誰 這是耶穌 耶穌騎在馬上手上拿著聖經 嘴巴含著劍 帶領十字軍去東征 你說這是什麼 沒有就是畫 你說這是事實嗎 那不是這樣 可是他代表的一種意念 就是說十字軍是真義教徒對不對 是在耶穌的帶領下去征服 可是我們這邊要強調的是 耶穌的軍事形象 就是說在歐洲文明裡頭 耶穌可以有軍事形象 耶穌可以騎在馬上 他可以拿著武器對不對 耶穌有這樣的軍事形象 那我們知道耶穌在歐洲文明的地位 相當於孔子在中國文明裡頭 對不對 這個耶穌的地位在歐洲文明裡頭 極為的崇高 就好像在傳統中國 孔子的地位極為崇高一樣 可對不起在中國 孔子的形象只有這樣子 你從來沒有看過騎馬的孔子對不對 更不要說拿著武器的孔子 這在傳統中國裡頭 孔子的形象裡頭 你看不到任何跟軍事有關係的跡象 你看到的孔子像就是這樣子 長期以來孔子身上帶著的這個東西 一直非常的有爭議 這是什麼 叫邊對不對 有同學說叫邊 見 有同學說見 可是一般的傳統的說法都會跟你說 這是叫邊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這是賤 因為孔子的時代的人身上都會配賤 孔子是貴族才兼文武 所以理論上那是賤 可是後來的人都不說那是賤 都說那是叫邊 其實我們現在都覺得有點荒謬 就是說雖然當老師 也不用隨身身上一天到晚帶一個鞭子 對不對 這個中國的打罵教育是這樣建立的 就是說我上課的時候身上帶一隻藤條來上課 其實那應該是賤 可是為什麼後來的人就說他是狡辯 因為就是後來的中國文明是越來越排斥武 所以像孔子作為這個儒家的代表 他身上的那個軍事的氣息一定要被否認 不能承認他有軍事的氣息 所以你說說在中國的這個文明裡頭 怎麼會看到騎馬的孔子 什麼拿著武器的孔子那邊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可是在歐洲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歐洲文明裡頭你可以看到那種 軍事的 耶穌可以有軍事的形象 就是說在這個文明主流文明裡頭 武是一個可以被接受的價值 可是在中國相對的 是不行的 不要說中國的孔子畫像裡頭 看不到軍事的氛圍 你連武人你都看不到 比方說這一個畫 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話 叫做忠心四將圖 這是我們在現存的 宋代的藝術品裡頭 非常非常難得找到的 一個以武人為對象的繪畫 宋代的繪畫裡頭有幾大堆的文人畫 有一大堆的婦女畫 有一大堆的小孩畫 嬰兒畫 三水畫 這個蟲魚鳥獸畫 就是沒有五人畫像 非常非常的少 這是少數的幾幅 這叫忠心四將圖 據說是當時的宮廷畫家所繪製 叫劉松年畫 可是各位你看這個圖 如果我一開始不告訴你這個圖 叫做忠心四將圖的話 你如何去看出來這畫畫裡頭的人物 是四位名將 韓世忠 岳飛 張俊 劉光氏 你看不出來嗎 其實你看不出來對不對 因為畫裡頭的主角 這個是劉光氏 韓世忠 張俊 岳飛 這四個人是主角 一二三四 可是這四個人的身上 你幾乎看不到任何跟軍事相關的跡象 因為他們穿的是官場服 戴著是一般官員的帽子 身上是穿著官員 一般穿的衣服 身上穿的是鞋子 只有韓世忠身上帶了一支劍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的跡象 跟軍事有關係 他們不是容裝 他們也沒有騎在馬上 對不對 他們就站在那邊 跟你剛才看到孔子相很像 對不對 他們作為將領的身分 是他們身邊的四個侍衛來襯托的 你看到他們身邊的侍衛 身穿馬鞋 腰際皮帶 身上帶著武器 這個侍衛這邊有劍 對不對 這侍衛皮靴 寶劍 對不對 也就是說在繪畫的人而言 他並無意去強調這四個將領的 驍勇善戰 沒有 這個在忠心四將圖裡 這四個武將看起來一點都不驍勇善戰 對不對 他只是就是一般的官員 然後他們身邊 他們是官員 因為他們身邊都有侍衛 如此而已 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的藝術品裡頭 你基本上看不到歌頌軍事 至少從宋代以後 你看不到歌頌軍事的跡象 你看不到軍事是一個值得被歌頌的價值 相反你看到的這個武人的形象 其實跟武人是差不了多少 對 好 原本什麼問題 因為時間到了 那我們還有幾個投影片 我們下禮拜再跟我說明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透過中國跟歐洲的對照 你可以看到中國的這個傳統的觀念裡頭 軍事的這個價值是如何的受到壓制 好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要請問問我們 我們在這個專門的時候 請問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